书接上回 朝房以内和珅可就把刘勇给等到了 你不能够越过我去逃赏 冬至那天我才给巴西兵典讨呢 刘勇一听和的人和中堂 那么要到了冬至那天 您要给巴西兵典讨 讨多少 你讨了多少 昨天讨俩月的 前天讨俩月的 这不才四个月的吗 我要在万岁爷面前讨啊 不讨是不讨 我这一讨小七码 也得讨半年的 您在万岁的面前 能讨下半年的恩赏来 那不假 那么卓比说 今天我要再上殿讨去 我要再讨下半年的来 行不行啊 就是说投了那两天 那四个月的不算 今儿我再去 我再讨半年的 那又当如何呢 啊 和珅一听 刘勇 这你可是作死 你跟我撑着火干嘛呀 怎么着 昨天 给讨下俩月的 前天 讨下俩月的 这就四个月了 这就是皇上给你面子 你不定上殿说的什么 把皇上绕住了 给你这四个月的 今儿再讨半年的 皇上疯了 皇上有钱没地 啥送去 非得给你 上殿 今儿你再提这皇上 就把你宰了啊 就不再也得降级罚缝 三千岁 给你先拿下 两千岁去 不成 话赶在这儿了 我得枪回火 刘勇他 什么你说 今儿你上殿 再讨下半年的上来 啊 嘿 嘿 我告诉你刘勇 那怎么直呼其名了 你说 我半年 我不要俸禄 这半年 我不要工资 我把我这半年俸禄 也给八七兵顶 一言九顶 那你什么话呢 我这么大中堂 我正都统 我说话不算数 行吗 子你今儿能再讨下半年赏来 我半年不要俸禄 哎 我说 刘总统 刘的人 今儿上殿 您要讨不下来 这半年的呢 这半年的赏 您要没要下来 怎么样啊 您又当入之河呢 我也拿出来赏给八七兵顶 君子一言 快马一鞭 好好好 好好好 您来吧 您上殿吧 你别忙 别忙 别忙 招什么急啊 河中堂 今儿我要讨些一年的赏来呢 就是今儿万一我上去 要弄对付了 不光这四个月的 也不单这半年的 皇上老爷子一高兴 他向着我 我讨些一年的恩赏来 你怎么样呢 我一年不要放路 我给皇上家扛长活 白干一年 你要跑不下来呢 你盯得紧呢 我一年白干呀 打赌 打赌 俩一伸手 啪啪啪 这叫机长打赌 这这古人他也迷信 这就算了 跟不用现在 现在欠合同 立合约 那还要不算的呢 过去古人这一机长 这就算数 这大伙文武全到齐了 俩人是运生气了 奏事处小太监 当店宣读 文武两班听真 由本早奏 无本卷连朝散 请假皇宫呢 臣留庸有本 和珍已经真去呀 真有两下子 乾隆坐在这儿 直哆嗦气 又是他呀 今儿指不定 他有什么幺蛾子呢 山呼万岁 品吉山头 李贵 刘爱强 皇上被你记了 今日上朝 又有何国事议论呢 祈祷我主万岁 今日臣 行走长街之上 见八旗兵丁圣虎 一不必提 食不果腹 好不可怜 望我龙异天才 万岁您都会了 你都说三遍了 我还不会 皇上就给气糊涂了 要跟他掰执掰执 这一掰执 掰执出楼子来了 我说刘勇啊 砖头打架 你是真有出手的呀 你可真有两下子 满算的今天 这八旗副都统 你才干了三天半 不到四天 你没羞没燥 舔那个脸 天天跪的我这套词 见八旗兵丁圣苦 一夫必体 食不果腹 你不嫌贫哪 我说刘勇 验尸没有伤 你是贫死的 你知道不知道 我说皇上得一嘴 翘皮碗 这都是我家的 这都是 皇上说不做话 我说刘勇 前个我冲你面子 给俩月 左个我给你面子 又给你俩月 今儿你上来 还得套词 难道说 我再给俩月 给八旗兵丁 半年的恩赏吗 谢主龙恩 怎么接这么快呀 前龙一听 哎刘外乡 别忙谢恩 您何时谢恩呢 谢我主万岁 您不刚才说 赏八旗兵丁 半年的恩赏吗 我多怎说来的 我什么时候说过 赏八旗兵丁 半年的恩赏 刚才您是那么说的 我怎么说的 您说前个冲我面子 给俩月 昨个冲我面子 又给俩月 难道今天说 听我说完这套词 又给俩月 您要赏八旗兵丁 半年的恩赏啊 哎 爱听 此乃一句戏言呢 我这话是开着玩笑 说我是跟你讲理 这不能算 均无戏言呢 这话要都不算 以后您说什么话 可都不算 算算算算算算 都不算 都不算反了 哎呦 前龙一琢磨 我花钱买新镜 我就豁出去 再给你半年 你说你上电 我不容分说 你的本章一概不准 下电 我就把你轰下去 你爱说什么 说什么 我不听 刘爱卿 真当我算服了你了 你这官算当着了 真替八旗兵丁想着 半年就半年 臣谢主龙恩 哎 怎么又谢恩呢 谢国主万岁 赏八旗兵丁一年的恩赏 怎么又一年了 我多的说一年来呢 刚才万岁丁丁说了 半年就半年 半年再救活半年 这不是一年吗 下电 哎 谢主龙恩 这要说一年又一年 二年了 二年就二年 四年了 我疯了 万岁一琢磨 别理你了 下电 给轰下去了 刘勇 领下来 那四个月不算 这要来一年 下来了 何中腾 何中腾 我给八旗兵丁 奔刑一年零四个月 外带你的俸禄 真给要下来了 什么话 自己问皇上去 回家喝酒 吃肉 睡觉 和声可忙了 您走不走吗 四个月的就两天两宿没睡 这回下一年的 瘦得了 瘦不了 这和声呢 回到家里头 累坏了 练着这些天 发放军饷 霸气冰顶乐了 和声哭了 怎么 一年白干呢 您走不走不 和声大大的贪度 那是大贪官的 一年白干 给皇上家扛长活 不要工钱 那他能干吗 哭天抹泪 跟家掉眼泪 这官当的 让我当到家了 暗恨刘庸 不成 想个法子 我得把刘庸治了 就即便我弄不过的 我治不了他 我呀 我得把我这一年的俸禄 给弄回来 和声也有主意 和声最上常的是 溜须拍马 擅长这个 皇上的心眼里 想什么 他都知道 那不用皇上说 皇上一抿嘴唇 这怕水就上去了 不用皇上说 真我渴了 那在地茶碗就慢了 可这茶什么时候漆 什么时候亮 这都有学问 您看就净口茶 皇上这一抿嘴唇 您低不起 刚漆的烫 皇上喝不下去 早漆得了 跟这亮着呢 皇上一抿嘴唇 您把这地 皇上喝着凉 一会儿闹肚子 这个茶水 得看皇上吃饭 今儿吃的是什么 皇上今天吃的羊肉串 这串弄咸了 羊肉肉发雾叫渴 那就早点去 皇上今天叫水叫的厉害 皇上今儿吃的 萝卜鹰的半面 滑得了 那就且喝不着水呢 又开四个西瓜 您做 这什么皇上这是 有什么吃 咱就给您举这例子 这地方合身 那比刘庸脑的可快 那是最在行 一算你这日子 万岁节要到了 万岁节就万岁过节 就皇上过生日 今年还是个整寿 赶上乾隆 五十九 庆六十 中国人讲就是 庆九不庆十 书说的这样子 咱们开书的时候 可就跟大伙说了 您不能抠岁数 这个合身比乾隆爷小三十九 那么乾隆爷要搬六十 整寿五十九州 那合身才二十岁 二十岁的合身到不了这 合身是乾隆晚年才得的虫 那么合身死的时候呢 跟乾隆是一年 乾隆六十年退位 当了三年太上皇 八十八岁死的 合身呢 才四十九 都是1799年死的 也就是乾隆刚一死 嘉庆就把他给办了 那么您琢磨琢磨 这个乾隆六十岁的时候 合身二十岁 没这么大官 但咱们这说书 您不能较真 咱就这么一说 眼看着乾隆爷要六十大寿 五十九 这个事肯定是归我合身办 怎么样我得让万岁高兴 必须我要想一个新奇的东西 让皇上看着高兴 喜欢我 只有我这一年俸禄才能回来 要能捎带手 我再置得留拥一下 那是最好不过 每天 脑子里头 苦思冥想全是这个 奈何意见 他这学问有限 也没那么多奇思异想 每天上下朝坐在轿子里头 心烦 他这轿子跟刘雍那不一样 刘雍那是四个老头抬着 左边张成 右边刘安 这两个人 伺候着 他这个合身投的是道队 投了先有人拿着静编 那叫开路编 劈着趴着趴着 静街的编子 空散闲人 后边呢是直视 对对编锁 对对棍子 肃静回避牌 然后呢是铜锣 铜锣开道吗 像他是中藤 投了有八面大锣 慌慌这么一敲 然后 是顶马 队的马下 一队一队的 最后是他这八台大轿 他这台场大吉了 他心里烦呢 坐在这轿子里头 就听着头老 哗哗哗哗哗 行 行是谁 何喜 小名叫喜 这是和珅府的大总管 何喜 喜 伺候中他 让罗住了 没那规矩 什么没那规矩 规矩由人而定 自我而行 自我而废 我不想瞧就不瞧了 我听着闹得好 把叫帘子给我打起来 把叫帘子打起来 你干什么 我痛快痛快 坐在这轿子里头不雅如 身在繁荣 这今儿心的不顺 上头了 喊着打罗的 哎 别打了 别打了 压着走 哎 压着走的不能 说真听了 还得挑 滴着 不是那么 哐 哐 那么早 这叫压罗 压着走 打一下 捂一下 打一下 捂一下 那罗带着不能这么低了 的走啊 就得这样 走到轿子头 把轿帘搭起来 哎 轿帘搭起来 两边的根小窗上 也都卷起来 坐在轿子里 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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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还痛快点 他这罗一不响 老百姓就不散了 没听见这官 老百姓也不躲 这大轿子 打这过 一看这围着一大群人 这群人围着不知干嘛地 喝山喊了他密声 罗轿 大轿真臣 撤去拂手 低轿杆 高打轿连 喝山迈不出来了 一看旁边 这有高台阶 大伙掺着上了高台阶 站这高台阶 翘首远望 往这人群里看 没看见过 真新鲜 算挂的 里边是个挂摊 挂摊跟挂摊不一样 有的挂摊 搁着签筒子 搁着紫瓶 搁着水晶级 这些个书 一经 这摆着 有的呢 画一八卦 阴阳语 有的搁一棋盘 棋底都扣着 有的呢 是这个 能一小螺 那叫暴君之 也有不说话的 坐在那盘腿一坐 自己拿个石板 拿石笔跟那儿画 画什么不知道 只有他自己知道 别人都不知道 有的那里写 坐地不语 我非雅人 我不说话 我可不是雅吧 因为我说这话 都有关天机 我不能随便泄露 得你问我 说白就 你花钱我才能说话 这叫雅金 那今儿这个 跟着都不一样 这叫嘴子金 说行话 江湖上掉坎 这叫嘴子金 叫什么 叫黄桥雕挂 这边都是写好的纸条 插在小盒里面 这小盒呢 是小格子 一个一个一个的 这边呢 桌子上立个劲 这黄桥呢 跟着上面站着 有这么一根链 拴在脚上 这链有多长呢 整能拴这桌子脚 飞着这桌子脚 这链呢 够这么长 它能飞着这格子跟桥 平常不飞 得你这儿有事情问我 你问我什么 我告诉那黄桥 这黄桥过去 啪 把这纸条丢出来 我按着这纸条上 给你批给你讲 这叫嘴子金 哎呦 这小鸟还真灵 围着不少人 看那心里海 河山站在高处 望人群里这么一望 有个黄桥 算灵挂 他的记上心头 要害刘庸 还就得用它 我这一年的俸禄 才能要回来 来人把这黄桥 算卦的给我带回 扶去